你好, 财经揭露, 喂, 大家好 这条片播出是3月12日的, 喂, 大家好 这次美股也讲一些吧 没错, 因为两边其实我觉得都是很有价值 首先, 麻烦你啊, 韩子江, 亚洲股市, 日央行 本月加息的预期升弯, 日经半日就急跌984点 就是2.5%, 差不多1,000点, 汇价去到146点98 下面有幅图, 美元兑日元的, 向下跌就是日日升 这一阵就急, 终于呢, 就移到这个日股 你知道啊, 日股今年就啊, 个个就是属于, 强到没有朋友啊 他们说强到没有朋友啊, 那我们当然不是这么看啦, OK? 我们经常讲, 日股要算日日日日日日才能算数的啊 其实啊, 也是拉回云的啊, 日日日升了, 那它的指数跌回 又是打个和而已啊, 如果我用美金计, 或者总之不是日元计的话 就打个和? 是啊,很难计算的,所以要是你两边都买了,对不对? 但两边都买了,赢了你就笑呵呵,输的时候就不是人敢品 那很多的事情,特别是西方邓营那些,就有很多的动动 那我们看看另外一张图,何志刚,近这24小时,那三傻究竟在搞什么? 三傻就是外人这样叫他,一个就是日经平均指数,一个就是NVDA,另外一个就是Bitcoin 刚刚说完,日经收市跌了7.78点,1.97% 那旁边是NVDA,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就冲过970多,落到850 今晚都是没得弹的,那你知道这三件事,全球的财富就拖住他们了 就是我想不到有些什么呢,就是除了美债之外,那些那么大份之外 就是想不到什么呢,是资金在现今世代是如此集中,在这三傻那里 所以NVDA一上一落,那真的令到很多人的财富就转移了,就会转动了 在个袋里面转,你转到我的袋里,我转到你的袋里 所以那些超级大户呢,就必定在NVDA这个局那里呢,一定是表现的了 那Bitcoin,今天升过6-7%了 那现在升到4%了,就72000了,那都是历史高位了 那上面那幅图呢,就看到它真的升到历史高位了 那能不能够再上呢,那大家拭目以待了,那我想很瘋的了 我想很瘋了,那你不去买,你不去参与,那除非你好有定力 就好像我和何志光那样打死也不厉害了 OK 那,那,何志光麻烦你报报美股呢 那,那什么环境呢 美股那边,DOWNN我跌19點 38702大约,上上落落 小小这样,跌20点等于没有动 NASDAQ16,055 跌了29點或者30點 又是等於沒有升跌 S&P跌了9.7點 5,184 又是等於沒有升跌 三個都沒有升跌 但是其實有暗湧 我們看看海子哥麻煩東升西降那張 那上面的報價其實就卡了剛剛準備節目的時候的走勢 金燙有機會東升西降 京東升6% 阿里巴巴升2.5% QQQ就跌了 NVDA就沒有跌 META跌了3.99 3.4%就是5天低位 AMD就跌3.6% MICRON就跌3.52% 台積電就跌3.9% 那隻繞股SMCI這些東西 進入S&P 500 就跌5% 大家看到之前玩的那些科技 就弱勢 相反香港這邊的龍頭 科技股阿里巴巴 現在升2.5% 京東就大升6% 所以有些東升西降的味道 如果今晚NESDA跌的 明天回來港股會怎樣呢 如果都是跌不死的 那就真是我們硬正 他們腳遠 OK 那我們看看 另一道歷 另一道歷 就是A股 OK 到這裏為止 中央在北京開會 開成怎樣 其實我真的感受不到什麼消息 是 就是 不是很清楚 是 那就是 不出聲 就是不出聲 但是會不會有些東西進行中 因為股票市場其實有些東西 表現出來 就是會不會春光鴨 在這個 互心300 那個 SSE300 那個 上面就是三年的圖 那由底那裏抽上來 其實都 都幾多下的了 雖然跌了很多 但是底那裏抽上來 其實都有十幾個巴仙的 那 就有十幾個巴仙 那 你看到現在去到一個很重要的位 如果這個位 在這裏這個位 它能夠支持到繼續升 那 就 有機會見到底了 就是升穿下降軌 那些的 已經 互心300 那下面那篇圖 你看到它 今天 明明很明顯地有一支羊竹 就突破了 那這些羊竹能不能夠持久呢 如果能夠站得穩 在這個位 那就有機會的 真的 可以彈磚下降軌 而成交圈在下面 其實就是配合的 就是 大成交的上來 是大成交的 OK 是配合的 所以 所以其實就 互心300 這些 真是 如果它做了個底的 那 其實 向上走呢 以往的經驗呢 就是 都不是小事的 絕對不是小事 我真是這麼說 根據以往經驗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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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說 爺爺救的 托的 都是國家隊的 那 又發現 今天 就是 大的 慢慢走 但是小的 就 走得幾快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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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un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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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那 三九九零零六那個就是創業版,是大洋竹升川 是大洋竹升川,不跌下去真是搞定了 因為這些指數實在跌得太慘了 隔壁那個就是中小創新指數 就是三九九零一五那個嗎? 零一五那個,你看到過年的時候不是急插下去 插得很短時間之內不見二十個巴仙 現在上回來不僅僅,還要今天出資這樣的洋竹 這樣拼下去看,是不是中央其實已經有些事情準備做呢? 去幫助經濟呢,那就相當關注,小弟這件事情 因為絕對是如果能夠摸得到的,知道的 可能真的A股就見底了 那接下來有一個比較漫長的上升時間,都不奇怪的 那大家拭目待了,那我和何志光就沒有內幕提示的 純粹看到一些圖有突破,那就跟大家分享 那讓大家自己去研究研究這件事情 好嗎?那何志光,有什麼想補充你? 沒有的,其實都大家現在的國際局勢 西方是比較差的,我認為 但是什麼都好,我們都是觀察局勢 對啦,那為什麼會突然間見到有時候又說大摩說 哎呀,港股要升,類似說這些東西 又說資金重頭A股,港股,有個網友給我看 那都不知道為什麼的,真的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真的去到時間都不頂 但是知道23條呢,就應該 這個月內搞定了 那究竟有沒有相關呢?我不知道 即是未立23條 很多這些動作都是逼你大陸 不要立了,可能是這樣 那有時候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都既成事實了 那有時候那些東西就虧錢去懲罰你的 那現在再懲罰你也沒有意思 那大家不知道是不是這個意思 那大家看一下 可能就是美股正在做頂的時候 那港股這邊或者A股那邊 它仍然是有西方國家的兵馬 它覺得太便宜了 它要賺錢,都可以的 看到你這麼便宜想買了 始終華爾街當然是貪男的 抽起它吃一招 即是它這麼便宜是它自己虧錢做出來的 那就虧實了,肯定未知 不是這些價錢,是不是? 好吧 好,再聽先 下次見,順水吹水 好,拜拜